大家好,我是Den 之前报导过的 对包括尤拿在内的有色人种名人 过度阻挡的 坎城国际电影节保镖 面临诉讼了 根据英国BBC的报导 5月30号 这位乌克兰出身的摩托兼主持人 指控在红毯上被保镖粗暴的阻拦 并对坎城国际电影节组织委员会 提起了诉讼 这位摩托表示 该保镖在数千人面前 对他进行了这样的行为 导致他在精神伤害身体上受到了伤害 并且他的名誉也受到了损害 他因此要求赔偿10万欧元 此外他声称 我持有堪城国际电影节的合法入场券 完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我联系了组织委员会要求道歉 但组织委员会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而这位保镖也因过度阻止 走上红毯的少女时代成员 而受到了严厉批评 BBC报导称 该保镖在引导韩国明星尤拿时 似乎匆忙将她推开 这一行为引发了尤拿粉丝们的抗议 认为这种行为带有威胁性 此外该保镖还与Kelly Laurent发生了争执 甚至与多明尼家女演员发生了肢体冲突 由于遭到这名保镖 过度阻止的人大多是有色人种 所以这也引发了种族歧视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疯了 看影片更想骂 那个疯子在国外也引起了争议 真的希望他能受到应有的惩罚 看他被推好爽快 除了对堪城电影节提起诉讼外 还应该对该保镖个人提起诉讼 在欧洲种族歧视真的很严重 所以有去过欧洲的人 大家也觉得在欧洲种族歧视真的很严重吗 下个消息是 目前公开恋爱中的EXID Honey 和精神科医生杨洁武将于9月结婚 根据31号多位娱乐界相关人士的消息 Honey和杨洁武已确定在9月结婚 目前正在准备婚礼 对此 Honey的所属公司表示 这是演员的私生活很难确认 真是个好消息 恭喜你Honey 他们真的非常半屁啊 祝他们幸福 Honey要幸福啊 恭喜恭喜 希望9月能带给大家 Honey结婚的好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历代爱豆团体中 出道时成员最多的组合 前18位 18位 Oh My Girl 17位 Jerubeswe 16位 Promise Night 15位 Strake Kids 14位 Twice 13位 Jegukiaid 12位 Pentagon 10位 Guldenchaid Jewa Tresor 8位 6位 6位 5位 Ujus 4位 17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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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